官员 我想本席以及23位委员 鉴于校园发生老师职员性侵害 以及性骚老学生事件层出不穷 然而因为校方常常会因为是自己人 所以习是凌人淡化犯罪的事实 隐匿通报 仅要求加害人转校或者是调职处分 造成多校学生的受害 而扩大受害层面 学校对于加害教师或职员多所保护 却无视于受害学生的权益 以及其他学生之安全考量 为了严惩 延迟或隐匿通报之校务失职人员 对隐匿校园性侵的教育人员严定刑责 虽然现阶段学校处理校园性侵害或性骚扰事件 应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八条 而少福立法第三十四条 以及其他法律相关规定通报 但是现行法令 虽以针对校园性侵 性骚扰建立通报机制 然实务上对于发生在校园的性侵案 都有类似的特点 加害人大多是累犯 而校方也考量到 因为校域 所以大多未能及时通报 甚至以吊效方式来处理 让学生持续受害 所以引力校园性侵害事件 已经不适合担任教职相关的工作 但现行的法令 警队未依法通报者 予以调职或寄过处分 为了有效嚇阻学校 首长 教师等相关校务人员 包庇性侵害的发声 希望能够为符合社会之期待 伸张争议 我想我们增定性别平等教育法 第36条之一 我想我们各位委员 希望大家共同能够讨论 也共同支持 谢谢